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是为情手而已 只是向前低头鞠躬 但是实际上外国公使 已经被清朝皇帝这种不怒自卫的 这种神威所震慑了 怎么震慑了 后面他做了一个描绘 英国驻华公使在宣读他的国书的时候 只读了两三句 约两三语 这已经是什么呢 五体战力 就浑身的发抖 害怕了 说这同志皇帝就平静的问 说而大皇帝健康 就很平静的 很有礼貌的 不卑不康的问 说你们大皇帝身体好吗 说英国公使竟然不能答 然后同志皇帝又说 说如等屡欲夜震 其意安在 其宿之臣 说你们屡次是要见我 你到底有什么话要说 那你现在赶快说吧 是吧 其意安在 其宿之臣 说英国公使 仍不能打 打不出来了 害怕了 那么其他国家的 这个驻华公使 是吧 在成立国书的时候 有的是战争兢兢 把国书失手落地 国书都掉到地上去了 有的因为形成紧张 同志皇帝有所询问 不能回答 你说这个外国公使 在纪念同志皇帝的时候呢 是丑态百出 是吧 非常紧张 那么当这个各国公使 离开这个禁建 那个宫殿之后 是吧 竟然呢 因这个恐惧之余 双脚不能动 双足不能动 这同志皇帝吓得 那个那个腿啊 浑身就发抖 两腿发抖 是吧 哆了哆嗦 两足不能动 说他们回到自己使馆之后 仍然是呢 汗流浃背 很紧张 很害怕 那么后来清政府要宴请他们 他们这些公使都紧张到什么程度呢 节不能复 不能复复宴了 非常害怕 说这个贡前王一心 就对各个公使讲 说以前我曾经告诉你们 夜见皇帝非可以 儿戏视之 而等不信 金国如何 说以前我是告诉过你们 见清朝皇帝 可不是一般的等同于儿戏 你们不信 现在你们看见了吧 怎么样 清朝皇帝不怒自威吧 说 无中国人 其耳外国人之轻弱 鸡语焉 我们中国人 怎么能会像你们这外国人那样 轻弱红毛 没有这个重量 那么对这个外国共识 那么进行了嘲讽 那么如果说按照公秦王一心前面所讲的 中国取得了外交礼仪之争的胜利 那四点理由 如果按照当时北京一个报纸当中文章所讲的 那么清政府很明显 他是取得了外交的胜利 但是外国方面也讲 说我们取得了外交的胜利 在这外交礼仪之争当中 我们取得了胜利 那么他们为什么说他们取得了胜利 他们是这样讲 这是一家这个外国报纸 他这样讲 他说外国公使在觐见清朝皇帝的时候 是各服齐国之朝衣 各国公使都穿着自己国家的 是吧 这种民族服装 这种官服 都是穿着很华丽的这个西装衣服 各服齐国之朝衣 仍各行齐国之大礼 都是行的是他们国家的那种传统的礼 没有行跪拜礼 是吧 叫做腔腔记记 速速庸庸 衣武 隐约之谦 适合回降之度 就是这些人呢 那么都是很有 很有秩序 是吧 这个这个做什么事情 这个很 很有规矩 是吧 不卑不亢 说他们所讲的话 所奏各语 所讲的话 所做的这个外交赤词 也是很得当的 他们讲什么呢 大略总以中西 寂寞 和好永顿为主 就是说外国公使在这次纪念当中 表现的从 语言 从行动 是吧 都表现的非常得体 无损于各国的这种礼仪尊严 那么但是过了没有多久 刚才前面讲了 这外国公使说 我们取得了外交的胜利 外交礼仪之争当中 我们取得胜利 但是没有过了多久 外国方面又讲 说自己上了当了 上了清政府的当了 为什么他们说上了当了 他们就讲 说清政府把这个觐见的地点 安排在了中南海的紫光阁 他说这是清政府 不尊重外国 不尊重外国公使的一种表现 那么就为这个问题 那么从清政府呢 那么继续进行这个新的交涉 继续进行新的交涉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 后面的交涉 我们以后还会谈到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认识 同治朝的这次中外礼仪之争 那么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在这个1873年6月29号 这个外国公使纪念清朝皇帝 成帝国书 所采用的这些外交礼仪 我们前面讲了 这是中外礼仪之争当中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 那么清政府原来是由于 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 种种的局限 他要求外国公使 向清朝皇帝行三国九后之礼 很明显 他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是吧 不符合当时西方国家的这种外交惯例 礼仪惯例 那么更不符合今后历史发展的 这种礼仪惯例 如果我们仅从外交礼仪的形式方面来看 外交礼仪的形式是什么 就是外国公使到底向清朝皇帝 是行跪拜礼 还是行鞠躬礼 还是行这个桌衣礼 仅仅从这个形式上看 是吧 那么清政府确确实实没有损失什么 没损失什么 当然也说不上什么失败 外国方面也算不上什么胜利 仅仅从这个外交礼仪的形式上看 清政府不能说他是失败 就是外国公使 采用跪拜礼 清政府多了些什么利益 也没有 采取了鞠躬礼 坐衣礼 清政府损失了些什么 也没有 从这个角度上讲 清政府算不上失败 外国也算不上胜利 那么但是 这个历史是复杂的 那么外交礼仪的这种形式 和外交的实质内容 它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 那么外交礼仪 同一个国家的这种主权 同民族的尊严 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就是它并不完全一样 它不是一回事情 但是它又毕竟是一个 是吧 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 不能够截然分开 那么我们如果就 中外国家关系 就中外之间 这个国家关系 就这个方面而言 或者说 或者说呢 就中国这个国家的地位方面而言 我们不能够不承认 在这次礼仪之争当中 它所具有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政治意义 就是这次礼仪之争 它是有重要的这种政治意义的 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外交礼仪的一个形式问题 是吧 它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这个政治意义在于什么呢 这个政治意义就在于 同志朝这个外交礼仪之争 是吧 它这个结束 标志是什么呢 就标志是以往的两个主权国家的礼仪之争 已经结束了 以往中外之间进行礼仪之争 是两个主权国家 那么在进行争论 进行一些外交交涉 那么同志朝以后 这个外交礼仪之争 中外之间这个礼仪之争 已经变成了什么呢 已经变成了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 就是清政府 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 与侵略者之间的这种礼仪之争 那么这个时候 它不再是两个主权国家的这种争论了 就是中国呀 在同外国礼仪之争的时候 它是处在一个非常软弱的地位 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在同外国进行礼仪方面的一些争论和交涉 这是它的这种政治意义所在 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上 来看这次外交礼仪之争 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这样 中国毫无疑问是在这次外交礼仪之争当中 遭到了失败 是在这个外交礼仪之争当中 是一个重大的失败者 而外国方面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者 那么这是我们对于 同志朝中外外交礼仪之争 这个问题的一个总的看法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同志朝这个礼仪之争 谁是最后的胜利者这个问题 那么这是我的以上的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接着讲第三个问题 题目叫做历史的回顾 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思考 那么这个外国的使节 那么特别是这个西亚地区的这些使节 东南亚地区的使节 是吧 来觐见中国的皇帝 这个事情可以说从古代就有 是吧 那么像汉代呀 唐代呀 宋代呀 明代呀 那么都有 可以说那是史不绝书 那么但是清代以前的 是吧 这些外国的使节 来中国觐见中国皇帝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发生礼仪之争 为什么没有发生礼仪之争呢 原因很简单 那么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之前 中国一直处于 是吧 东亚地区 甚至是世界上的一个先进的国家 那么可以说是当时的 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 经济 思想 文化 这么一个中心 外国的使节来中国 不管他是募议而来 募议 向往中国 是吧 述成像话 不管是募议而来 还是牟利而至 为了求得利润 来到中国 都是以一个什么 为什么 以一点为前提的 什么呢 就是都承认中国 是当时一个先进的国家 是以这个为前提的 也说这些人 或多或少 都带有一点 书成像话的 这么一种色彩 承认中国的先进 因此呢 就是他们 也可以同意 那么向中国的皇帝 来采取这种 跪拜的这种礼仪 中国之间 没有发生这种冲突 那么实际上呢 在这个明末清除之前 在中华文明圈以外的 西半球 我们是在东半球 是吧 在这西半球 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 诞生了 就是英国新兴的 资产阶级革命 那么资产阶级 从它诞生之日起 就力图 按照自己的面貌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这是马克思的话 他们的资本主义诞生之后 他就要利用资本主义世界 这种面貌 是吧 来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来改造世界 那么这个时候 来到中国的 这些西方的 资本主义国家 这些西方的 持民主义者 不再是 目以而来的 书生像话者 是什么呢 是到中国来 寻求在中国 进行推药 它的这个商品 从中国掠夺原料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西方的资本领国家 它不满足于 在港口 中外之间的一种 正常的贸易 是吧 他们是希望什么呢 要从大清帝国 建立起一种 正式的一种外交关系 不仅是个贸易关系 就要建立起国家间的 一种外交关系 要把中国变成他 推销商品的一个市场 变成 是吧 他掠夺原料的一个基地 甚至呢 要把整个中国 变成他一个持民地 那么进入近代以后 是吧 由于清政府的这种软弱的地位 那么外国方面 就不断向清政府提出来 要公使驻京 要觐见清朝皇帝 那么这样呢 就使得原来的 本来是属于外交领域当中的 这种礼仪之争 变成了什么呢 就变成了带有浓厚的 侵略与反侵略的这种色彩 变成这么一种之争 侵略与反侵略之争 就是外国方面 很多这种礼仪方面的要求 是伴随着他们很多政治要求 经济要求 共同提出来的 他们成了一个整体 并不仅仅是一个 外交礼仪方面的争论了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了 那么由于中国 统治阶级这种历史的局限 带有天成大国的思想 要求外国公使 要三跪九靠 进见清朝皇帝 不符合历史的发展 违背历史潮流 对于这一点 我们没有必要去回避 清政府确确实实存在 这么严重的这种思想上的问题 没有问题 那么但是我在这要讲一点什么呢 就是清政府坚持外国公使 要三跪九靠 不是恶意的 或者刻意的对外国的侮辱 清政府是什么呢 他在坚持自己的一个礼仪传统 那么这个和外国方面 所提出来的 就是一些非常无理的礼仪要求 是不一样的 关于这个问题 我后边还会讲到 就是外国提出了很多礼仪要求 是在违背他们国家的传统礼仪的 或者说传统价值关键的情况之下 提出来的 针对中国的侮辱性的一种措施 清政府不是这样 是吧 他让外国公使 三跪九靠 也带有 是吧 不承认 他们跟中国是平等 有这种色彩 但是他是什么 他是坚持中国固有的这种礼仪制度 和这个外国方面 也提的一些礼仪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咸丰朝和同志朝 清朝统治阶级 一直在婉拒西方国家 这个使臣 纪念清朝皇帝 他之所以一贯的进行蜿蜒拒绝 那么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个是对外国公使的这种畏惧 存有畏惧之感 畏惧什么呢 他们就担心外国公使 在觐见清朝皇帝的时候 或者有可能向清朝皇帝 直接提出政治要求 经济要求 商贸要求 那么也可能在觐见清朝皇帝的时候 对清朝皇帝有不恭敬的言行 冲撞清朝皇帝 那么当然他也担心 这外国公使会不会趁机谋害清朝皇帝 是带有很大的这种 疑惧的这种心理 那么另外一方面 清政府之所以要求外国公使 拒绝外国公使 拒绝外国公使 纪念清朝皇帝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认为 中国这传统的理智 规定的 所有的人在纪念皇帝的时候 都必须磕头 跪拜 那么如果外国公使 纪念清朝皇帝 不实行跪拜 就会损害大清帝国 损害清朝皇帝 这种绝对的尊严 绝对的权威 那么一般的讲 咸丰朝的时候 清朝统治阶级 对于外国的这种疑惧的心理 是占了主打地位的 更甚于他对传统礼仪的这种坚持 那么到了同治朝 清朝统治阶级 对于外国的这种疑惧的心理 逐渐的消除了 他之所以 还在拒绝外国公使 纪念清朝皇帝 是吧 主要是出于什么呢 要维护清王朝的这种传统的理智 主要是这个方面的考虑 那么我们以上 回顾了 考察了同治朝 有关纪念礼仪的这个争论 回顾了他的一些交涉 那么我们做出这么一种结论 就讲到 就是在同治朝之前 中外礼仪之争 是吧 他们之间这个争论 清政部之所以要求外国公使 不要纪念清朝皇帝 纪念清朝皇帝 是吧 一定要三贵九寇 是一种什么样的 一种思想状态 我们做了这么一个历史回顾 那么我们在讨论 同治朝 这个禁建礼仪问题的时候 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 更深层次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再是 仅仅把自己的这种 注意力 这个眼光 集中到同治朝 是吧 这个禁建礼仪问题 不是就是论事 做出一个什么结论 是吧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目光 把我们的视野 放得更宽阔 那么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就是 在讨论 同治朝 这种外交礼仪之争的时候 那么应该把自己的视野 放到什么地方呢 放到东西方 两个世界 它的这种差异方面 就是东西方 两个世界的差异 导致了中外之间 在礼仪问题上 那么产生了重大的差异 产生重大的分歧 那么下面呢 我想呢 把这个问题的视野 放得更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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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